Twitter的创始人Jack Dorsey的第一条微博做成了NFT之后被竞价到290万美金 数字艺术家Beeple的一幅NFT作品每一天前5000天被拍卖到6900多万美元的价格 勒布朗·杉姆斯的一个精彩扣篮瞬间的NFT视频被拍卖到25万美元的价格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的女友小仙女格莱姆斯出售自己的数字艺术品分分钟被抢光 我是华晓尔,今天来聊现在被炒得如火如荼的数字艺术品新概念NFT 要知道Beeple的数字艺术品拍卖出6900多万美元的价格 可是在老牌的拍卖公司加史德成交的 在以前对于数字艺术品,拍卖公司和画廊都是傲娇的拒绝的 这次百年老店加史德也开始老黄瓜刷绿期了,接受新生事务了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NFT搞没搞明白不重要 拥抱新生事务的姿势正确就行了 咱们首先来解释一下NFT,它是Non-Foundable Token的缩写 意思是非同质化代币,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懵啊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它对应的就是Foundable Token 是同质化代币,就比如比特币 张三有一枚比特币和李四有一枚比特币是一样的 就像你有十块钱和我有十块钱没啥区别 咱俩随便换也没啥问题,这就叫同质化 非同质化就是每一个是不一样的 就像现实中的艺术品,每一份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电脑来讲,Ctrl-C加Ctrl-V就产生了一个同质化的文件 两个内容是一毛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是现在电脑世界最擅长的事情了 这也导致了数字艺术品发展遭遇了瓶颈 比如CG的电脑绘画的确权和交易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我看到一幅漂亮的CG作品 我想购买,独有的收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是可以被随意复制和下载的 那么基于区块链的NFT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每幅数字艺术品从发布到交易到再次的流转都有自己唯一的识别码 在这个交易链条上还可以被溯源 而且创作者在每次交易的时候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佣金 不像繁高的话 现在卖几亿几十个亿和繁高毫无关系 NFT就良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分享几个做的比较好的NFT网站 目前NFT交易量最大的就是TopShot 他们把NBA球星的精彩扣篮瞬间的视频做成了NFT进行销售和拍卖 其实类似我们小的时候集的那个球星卡 不过这个是电子版的 目前最贵的就是勒布朗的一个扣篮小视频 交易价格是在25万美元 有意思的是在网站上用户下单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是哪个球星的精彩瞬间 类似现在的盲盒 每个盲盒的原始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有80的、有230的 这个是根据级别和发行数量有关 比如传奇级别 发行量少的就贵一些 目前TopShot的总交易量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 稳坐NFT交易的头把交易 其次就是销售icon图标的NFT网站 叫加密朋克 都是一些像素化的icon图标 最贵的就是这个嘴里含着烟斗的 目前的价格是760万美元 就这个24×24相素的图标都需要760万 是不是有一丢丢惊讶一丢丢意外呢 他们一共做了1万个这样的图标 目前最便宜的一个图标也在15亿台币 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20万 牛皮吧 就问你服不服 目前加密朋克的交易额超过了2亿美元 第三个网站就是Hashmask 这里面交易的都是一些电脑的CD插图 目前有16384幅NFT作品 可以按照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类型来选择自己喜欢的 一幅作品的价格基本上都在2000到3000美金 也就是一到两个以太币 当然了这里面也有那种贵的没边的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了 这和目前的电商有啥区别呢 都是买来卖去的 这里面区别大了 因为是新生事物不太好理解 下面我尽可能的用通俗话的语言来描述 把这件事情给说明白了 咱们先拿一个传统的外卖来举例 通常我们在平台上点班餐 用微信或者支付报支付之后 快递小哥就送过来了 你三口两口的吃完了 一磨嘴这事就想完了 这NFT和这个流程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自己的特色 假如你在一个NFT网站上 相中了画小二的一张画 然后用加密货币来支付 就比如比特币以太币啥的 现在不要问为啥一定要用加密货币 听到最后呢 你自然会明白的 当你确定支付的时候呢 NFT的网站上会带着作品信息 价格 用户信息向区块链上申请一个签约 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这个交易 相对于传统而言呢 我们点外卖用微信支付的时候 会带着订单号和金额跳转到微信钱包上来确认支付 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但是点外卖呢 是点对点的过程 也就是我同意了付款 微信钱包才能完成这笔交易 有问题 有纠纷可以巴拉出来转账记录进行Bitch 所以呢 每笔交易大家都要去找微信去确认付款 这就是中心化原则 也就是大家都以微信为准 假如有一天微信击击了 那么我们所有的记录都没有了 而在区块链中签约的过程呢 是去中心化的 那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第一步和传统的就不一样 就像阿里他搭建一个商城 从头到尾都可以自己去开发 但是NFT网站不行 就必须基于一个区块链的底层框架才可以的 目前最流行的就是以太法了 不要问为什么 就好比你要开发一个手机APP 你总不能从做手机 做iOS 做安卓系统搞起吧 即使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来一个 也没有人在上面跟你玩啊 以太法的区块链呢 就相当于这个操作系统 当NFT网站上有一笔交易产生的时候 就要向区块链上去申请签约 让全世界在链上的计算机参与计计算 并记录这个合约 那这里你可能又会问了 为何让全世界的电脑都要参与呢 这就是区块链的一个核心问题了 举重循环 要知道 虽然你在NFT网站上已经付款了 但是这个合约呢 在区块链上并没有立马生效 要想让这个合约生效 需要全世界在链上的电脑呢 来参与计算一个数学难题 所有的电脑用美举的方法 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才能做出正确的解 一旦出现正确答案 这个合约呢就生效了 这个链条呢也就打包封装完成了 所有的计算机记录并存储这个链条 然后呢去接另一个新的活了 对于做出正确答案的用户呢 系统会给出一定比例的加密货币作为奖励 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挖矿 这样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需要用加密货币来买画了吧 其中一部分费用会作为奖励 发放给挖矿者的 那我们再总结一下 当你在NFT网站上 用以太币买了一张画小儿的作品 支付完成之后呢 在15分钟以内 会得到一个智能合约的加密代码 这个加密代码呢 就是你拥有这幅画的凭证 因为这个代码呢 是全世界链上的计算机 曾经参与计算并承认的结果 如果哪个脑残呢 想伪造这个记录 那他需要黑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电脑 来篡改这条记录 拥有这个能力的呢 我想只有三体人了 这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化 就是任何一台电脑 或者多台电脑 激激了 和交易的完整性无关 这就是区块链厉害的地方之一 利用区块链的公开性 加密性 去中心化 将一副数字艺术品变成唯一的 并且可以多次交易 这就是NFT 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 作为艺术的从业者 或者脚屎棍子们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 短短的几分钟呢 很难将一个带有前沿技术的应用说明白 咱们就slow slow calm 下一期呢 我实操如何购买一副NFT作品 或者如何打造一副NFT作品 来一步步的了解这个新玩意儿 我是花小二 如果有对NFT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勾搭 我看了是一个最后的温度 我呀 我爱你